接着我们来看 论语有关知 是施政的知 但是还要其他德性的配合 政治才办得好 那第三十三条 里面指曰 知及知 人不能守知 虽得知 必失知 知及知 人能守知 不装以利知 则名不尽 知及知 人能守知 有知 装以利知 动自不以理 谓善也 是出自谓林公篇 第三十三章 这里面总共有十一个知 解法都不一样 所以古书难讲 就是难讲在 一个字摆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讲法 慎选古著 并且以经应经 符合人情 这是整个论语讲 要根据论语即逝的 抉择 就是这样的抉择 孔子说 知及知 就是 这个 半政治的人 及知的知 可以指官位 包贤说官位 论语基求里面说 有国者 知及知 就是有国的人 一个诸侯 一个天子 知及知 就是有半政治的能力 其实论语基求里面讲 有国者最好 因为孟子说 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君 或者是天子 如果没有人心 保不住国家 保不住天下 所以 知及知 人不能守之 没有以人心 守住这个国家 没有以人心 守住这个官位 这样的解法 符合孟子说的 所以知及知 就是指 我有半政治的知 我是一个国君 我是一个天子 或者 我把它引申开来 包贤说 我做官的人 我有做官的能力 叫做知及知 这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一定要 做这个事情的能力 否则不要去干这个事情 不要去谋这个位置 谋这个位置 干这个事情 是灾难的开始 知及知 就是要本知学能 真的很棒的 知及知 知就是指那个 天子 或者诸侯 或者引申到包贤 那个官位 人不能守之 虽然有做官的能力 有做国君的能力 有做天子的能力 可是人不能守之 没有人心 刻薄寡恩 虽得之 必失之 虽然得到这个官位 或者得到天子的地位 或者得到国君的地位 虽得之 必失之 因为暴政必亡 虽然他是有能力的人 可是是私心 那这样一定亡 你看 我们各个朝代里面 有很多的国君 虽然他很有能力 可是他不是以公心来为政 天下必亡 所以必失之 虽得这个官位 虽得国君 虽得天子 必失之 必失这个位 国家者失国 天子者失天下 做官者失官位 接着说 知及知 人能守之 有本知学能 又有人心 不专以利之的知 又变成老百姓 如果我对老百姓 不庄重地来面对他呢 则名不尽 老百姓对这个有国者 不知恭敬 所以有国者的人 一定要庄重地看待自己 庄重地去面对别人 好 那再来呢 知及之 人能守之 庄以利之 这个都很好 有本知学能 又有人心 来守住这个位置 对老百姓 又能够庄重地面对他 可是动之不以利 未善也 如果在行为上不合理 那还是未达到 尽善尽美的地步 意思就是说 前面虽然有庄重 可是功而无理则劳 没有理去节制他呢 其实反而劳 劳就是劳苦 而没有功效 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说 有庄重的人 还要理来节制 什么叫理来节制 要懂得人情世故 要懂得进推应对 要懂得和谐之道 这个庄重是 能够和谐的庄重 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 让人不知所措的 让人手脚不晓得放在哪里的 我们庄重地去面对别人 其实是一种维持和谐 一种让对方 能够在理上 能够来进退的这种庄重 这种庄重 是要跟理配合的庄重 那这就是一个 尽善尽美的政治之道 以上这一章里面 告诉我们说 要有本职学能 要能厚爱百姓 厚爱百姓当中 要庄重地面对它 要在理上 要来通达 这个人情世故 那必然政治是一个和谐的政治 那如果没有这个 本职学能 其实没有能力治国 有能力治国 没有人心 那也不能够 办出好的政治 有人心 如果没有庄重地 去面对老百姓 老百姓呢 也对掌上不恭敬 反而是政治虽然办得好 可是老百姓呢 是一个没有被约束的 没有讲究礼仪的老百姓 那如果让老百姓 懂得约束自己 懂得讲究礼仪 那国家的气象 必然可观 必然让尽则原则来 让释放来效仿 让其他国家来观摩 以上是这一章 就是能施政的知 还要跟其他德的配合 必然办出好的政治 儒家 整个儒家 就是在半政治上讲究 半教育上讲究 半政治上讲究呢 会让各行各业 稳定发展 半教育上讲究 会让各行各业 跟政治呢 都有人才可用 所以儒家是讲究 最核心之处 就是政治跟教育 儒家并没有反对 各行各业 而是在各行各业里面 他懂得在半政治上 提供各行各业好的环境 懂得在半教育上 提供各行各业的人才 这是儒家最讲究的根本之道 也是维持民族的发展 民族延续的根本之道 是这一章的大义 是这一章的大义